CODM轻击枪大对比 谁才是版本T0 PKM 说起轻击枪 相信玩家们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现版本PKM 面板虽不出众 但它可是CODM自带穿墙的武器 尤其是装备金属背甲弹后 穿墙伤害衰减还很小 36米范围内 PKM最多4枪就能带走对面 裸枪PKM的前5发子弹 枪口上跳会比较明显 不过PKM也有它的优势 裸枪状态下180 几乎没有水平后段力 属于有手就能压的轻击枪枪 但因为换弹举进一速慢 架点的时候一定要选好掩体 RPD 精准度稳定性极高的轻击枪 40米范围内5发精度带走敌人 经常架点的高手 对于RPD的打法 一般会采用对点扫射 因为它整体的DPS非常不错 枪口摆动很巧 后50发不压枪的情况下 基本都是打在同一位置 尤其是用了消声器 嘎嘎乱杀的感觉 谁用谁知道 Tendence 6位属性完全碰压超本 弹道方面 虽然有轻微的水平后座 但变化幅度很小 容易上手 37米范围内5枪就能带到敌人 这把武器的优势在于 灵魂的配件能适应不同的摄影场景 移动速度也比其他轻击枪快上不少 在装备射程配件后 即使是4.4倍也能稳稳压住 霍格226 高光轻击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师赛列位大神手中 频频打出高光操作的轻击枪 能不高光吗 虽然现版本惨遭削弱 但依旧有很多架点玩家会选择它 同样有弹道拐点 但也是同样可控 上手容易 40米范围内 最多5发近的带走敌人 依靠超高精准度 能打出不俗的伤害 另外这把枪的步枪形态 性能方面 在步枪里也算是比较突出了 对比了4种轻击枪 你觉得哪一种武器更适合你呢